北京时间三月一月凌晨,国际知名指数编制公司NFC2正式宣布,未来将中国大盘N股的耐力温度,从现有的5%,增加到20%。此次咨询结果和涉及的其他两项预级,也均获得通过NFC2表示。 在提升中国大盘N股的耐力温度同时,将中国中盘N股与纳入NFC2中国指数,并且同意将深圳证券交易所抽入版市场将绿符合NFC2指数条件的证券交易市场名单。 根据显示,经过咨询,耐力温度的提升将分成以下三次进行。 1.2019年5月,NFC2将把中国大盘N股的耐力温度有5%提升至10%,同时将错入版大盘N股与10%的耐力温度,耐入到NFC2指数体系中。 2.2019年8月,NFC2将把中国大盘N股的耐力温度有10%提升至15%,同时将中国中盘N股,包括存在创业版指标的5%的耐力温度,耐入NFC2指数体系。 完成分布实施后,NFC2新鲜市场指数的预计成分股中将有253只中国中盘N股,和168只中国中盘N股,包括27只创业版股票,将近一步增加一股证NFC2新鲜市场指数,强重至3.3%。 NFC2外泰盘研究部主管却中心,在此前据受证证报中法时表示,根据NFC2测算,有5%的烟酥耐力温度,带来的基金约是220亿美元。 大烟股的耐力温度提升三倍,据据将有660亿美元的境外增量基金流入A股。 NFC2表示,在提升中国大盘N股的购入N股同时,将中国中盘N股,有购入NFC2中国指数,并且同意将深圳证券交易所抽入版市场,将日符合NFC2指数条件的证券交易市场名单。 此前2018年5月,NFC2公布了半年度审查结果,以及被购入NFC2指数体系的成分股名单。 但当时创入版市场的股项,在这份名单上集体缺席。 而如今,随着创入版市场,又加入符合NFC2指数条件的证券交易市场名单。 这一区汉将被民股,据NFC2在高瓦批雷的信息, 以下168只个股,将是NFC2中国中盘A股指数的前代成分股。 对于为何此次考虑加入中盘股? 谢中斌在此前接受上证报中访时解释称, 在NFC2指数编制准轴上,所谓的标准指数,都包含有中盘和大盘的股票。 作为整体代表,且几乎无一例外。 但是在中国东股这方面,NFC2在卖入时采访了一个项目, 考虑到N股当时首次卖入NFC2指数。 若一次性卖入大盘和中盘股,会使投资者消货不良, 便没有把中盘股加进去。 但是这一点是不完全符合NFC2指数编制准轴的。 而现在在5%首部卖入成功后, NFC2觉得将中盘贝股购入的时机已经成熟, 可以尽一步考虑, 贝股与其他市场在NFC2指数编制层入的一致性。 NFC2还表示,将持续观测市场发展, 以确保中国贝股在NFC2指数中的权重, 及时反映市场准轴状况的改善。